3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 夜晚10点台风蜡沙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7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是22公里 大致趋向广东西部 至海南岛一带 天文台说除非蜡沙显著增强 或者转以较北方向移动 今晚改发更高信号的机会会较低 梁家宝报道 入夜之后风势明显增强 部分地区有雨 市民爱出都大悲语句 天文台预计 蜡沙明天会最接近本港 但改发8号列封信号的机会不大 按照目前的预测路径 蜡沙就会在明早 在香港的西南边南大约400公里略过 除非它有显著增强 或者转向一个偏北的路径 否则今晚改发8号的信号的机会 天文台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 又预计明天天气将会转坏 会有防风骤雨 亚洲电视记者梁家宝报道 记者施洛秋现在在大埔市中心 施洛秋外面天气如何 带不带风呢 是的 湖天腾阳在大埔市中心 由晚上七八点开始一直下着无无雨 雨势有时大有时小 雨势起来有时市民都索性不担击 但突然下起大雨都会很狼狈 天文台说今晚晚改发 更高烈风信号的机会不大 因为台风纳沙 明早早才会最接近香港 明早早可能会有狂风骤雨 市民出街都一定要戴多把傘 和穿多件衣服 我这里的报道是这么多 我再加回胡天行